我們看這五題 這一題的話 他下一列選項 然後都是一個不等式 然後問下一列兩組 解完相同 所以這考考不等式判別是否成立 那我們看第一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 他說2s加1分之s-1小於x 他問跟右邊的不等式 x-1小於s的括號2s-1有沒有相同 好 那你看題目的意思 這個題目給條件 是不是把左邊的分母整個乘過去吧 好 那這個選項 對不對 就把這個選項乘過去對不對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先說一件事 這邊如果要乘過去可以 那你要做一個判別 你要先判定 在這邊的話 如果我的分母 分母2s-1 分母是正的話 我可以兩邊 分母如果是正的 如果你保證它是正的 如果你保證分母確定已經是正數的話 那兩邊的數字 分母它已經正 因為不會有負的變號問題 它也沒有0無解的狀況的話 你可以乘過去 可是在這個題目給條件 分母是2s加1 它對s有沒有範圍限制 沒有吧 那沒有限制範圍的話 是不是如果分母為負的 是不是你要變號 或是分母是0 你要討論它是無解 你有可能很多狀況 所以在這邊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能不能直接乘過去 但是不行 所以這個地方 不可以 所以e是化掉 它把它乘過去 是不對的 除非你有知道 它其他條件 那我們看第二個條件 第二個選項 好 這邊的話 等於多少 等於-7 OK 等於-7 OK 等於-7 好 第二個選項 剛剛那個路字部分 好像突然有點跳掉了 我們再重講一次 在這邊的話 這裡 分母 我們看喔 它這個四值的話 是h平方-3加2 4分之2 那我把四值整個超一遍 那小於3 那在這邊的話 考慮跟剛剛一樣 如果我知道分母確定是正數 那 題目你看 右邊選項是把它乘過去的想法 應該就可以成立吧 如果它保證它是正的 那 在這個裡面 跟上面比較不一樣 是說 上面的 因為它只是一次4 所以你沒有什麼限制 它可能分母是正 可能分母負 所以不確定 三調 可是這個二字不一樣 二字是個拋物線 我們之前學到拋物線 是不是它有可能 橫上拋 橫下拋 橫在軸上上拋 或橫在軸下拋 是有成正很負的問題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要先做個判別 所以這邊我先把四值寫好 變成判別式 d等b-4ac 來判定它是否成立 所以我們先做個動作 那這邊abc分別是 平方係數 一次常數 呃一次是個 一次的係數或是常數 所以我們把它帶進去 變成b-3平方 -4ac 變成4倍的1乘4 那我們把它算出來是-7 好那這樣子動作什麼意思 等於說我這個畫面 就算出來是負的 是負的 那如果它是負的 代表它是一個拋物線 跟那種沒有焦點的 而且它平方係數為正 所以分母這部分 如果把它想成 它只是一個二字函式 的話它是一個橫正的數字 那既然橫正的話咧 那我們看 我現在已經確定要橫正 我可不可以整個數字啊 兩邊同乘於這個東西 同乘於x平方 換個顏色 我可不可以兩邊同乘於x平方 減掉3x加4 兩邊同乘於x平方 減3加4 這時候就可以了喔 因為你這時候分母 正跟這個東西約掉以後 那 它在這邊不可能為0 也不可能為負的 是不是它不用討論 它會變號問題 那式子的話 是不是就維持去等號成立 所以在這邊的話咧 移過去 跟題目給的選項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題啊 跟前面第一個小題的選項 第一個選項不同 這是對的選項 OK 我們看第三小題 第三選項 題目啊 它現在是 左邊有一個2s加1 分成s-1 小微等於0 那一邊是 s-1乘2加1 小微等於0 這兩邊啊 看起來差不多 那一般我們之前講到說 如果不等式 其實乘處不會影響 這個正負問題啦 但這兩個式子啊 其實答案還是不太一樣 我先跟你講結論好 這答案你這個選項是錯的 那為什麼錯 我們結一邊一點看 對這邊來說的話咧 它其實 我們可以用數學來看 它等於數學上 我們把它切成2點 三個區域 我的s的範圍 如果 因為這邊左邊的參數 變數是s嘛 所以這邊 s-1的時候很特別 它會有其中一個為0的狀況 那這個是負2分之1 我們把它標出來 那標出來的話咧 換別方式 我們是不是 當你s在1的右邊的時候 帶進去 你會發現上面是正 下面是正 相處是正 那如果你的s 借帶1到負2分之1的話 是不是變成一正 上面變成負的 下面是正的 那一正就是負的 那在這個區域的話 是不是 你的s都在負2分之1左邊 是不是它會讓分子 帶進去負的 這邊也是負的 所以負2相處 是正的 所以我就把它 可能先列出來 那題目是希望 我從這裡找出小0的 所以我才找負的 那這邊寫出來答案 應該是讓寫下來 是不是1到負2分之1 之間 那這題目的選項 你看它是小1等於 在這邊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把 這邊等號加進去 可是在這個地方很特別 因為我的 我的多項式裡面 分母的式子裡面 當你負2分之1代進去的話 會讓分母為0 所以我的負2分之1 能不能在這邊寫 等號進去 就不行了嘛 所以其實這句答案的話 是這裡 x借帶1到負2分之1 但是不含這一個 等號負2分之1的點 好 那你看右邊這個 題目 右邊這邊如果 不是寫分數 一樣我們就1嘛 負2分之1照做一遍 好這邊就不囉嗦寫快一點 所以是正負正 那題目是要找小於0的狀況 所以這邊符合負的小於0 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是x小於1 大於負2分之1 好那這邊的話 題目是 問小於等於0 所以這兩個等號的0也要寫上去 好那寫出來的話咧 這兩邊大家去觀察一下 不一樣吧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2分之1的點 它是有包含 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3選項是錯誤的 OK 好我們看第四個選項 它一個多項是 x-1的四次方 乘上x-2 乘上x-3小於等於0 好那下面是x-2x-3小於等於0 好那這邊的話咧 我們直接來做看看 好那這個選項 問這兩個選項 這兩個式子 不等是節目一樣 先跟你說一樣 先寫來結論點給你 這是沒有的 那為什麼我們畫一邊給你看 在這邊的話咧 它有三個 所以是有 1 2 3 3個點 等於說我的軸 你可以在這邊 被這三個點切成四個區塊 那在這邊比3大的x的值單元區 它應該是為正的 就是看左邊的部分 把它當一個函數 單元區的話應該是正的 那你3到2之間的數字單元區的話 是不是a-3是負的 那這兩個還是正的 所以負乘上這個穩正的東西的話 是不是負的 那2到1之間的話 是2到1之間 那是會讓這兩個為負的 所以這邊 兩個負乘起來 乘上一個正的 是不是正的四四方 乘負乘負 它還是正的 所以符合正負正負交錯 那最重要是這個 偶入四方你可以直接記結果 偶入四方你可以直接記結果 偶入四方的位置分割的話 右邊跟左邊的範圍 右邊跟左邊的兩個區塊 他們的正負號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正的應該正以為正 那原因是這樣 如果你再負1左邊的話 是不是它是負的 它是負的 它是負的 就算說0啊 0-1負的 0-2負的 0-3負的 所以負的四四方 就是四個負相乘 再乘上負 再乘上負 是不是六個負號 所以這個東西變成說 它讓自己完全都是負號以後 乘起來是變正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的 區間的正負號的性質 我們就全部把它寫出來 變正負 正正 那題目是希望我要找小於0的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答案是 s 小於 等於 3 大於 等於 2 誒 Sorry 這題我剛剛說錯了 因為我剛剛考慮到這個東西 等下等下 不確定 再來 等下 剛剛講的有點混亂 沒關係 這邊我把它寫完 我們把下面答案也寫出來好了 那這邊下面答案寫出來以後 喔 上面還有個答案沒有寫喔 因為它這邊小於等於0 是不是可以含等於0的 所以這1這個點能不能寫進去 可以吧 所以這1這個點要把它帶進去 所以這邊上面答案其實有這三個 應該說這兩個位置 s 小於 小於 小於3 大於2之間 那包含這兩個點 那再來還有包含s等於1 成立 那對下面s-2 s-3 缺絕值 不是缺絕值啊 那個框號小於0要找範圍 那這裡比較簡單 我們就把3跟2標出來 就是正負正 那正負正 我要找小於0的話 所以要找這個區 所以這個答案是 s小於3 小於等於3 大於等於2 好那你比較這兩個答案有沒有一樣 沒有吧 差別在於這個 s等於1這個點吧 所以這兩個啊 這個1會讓它等號成立喔 除非這邊改成沒有等號 那可能這兩邊就有機會一樣 那記得一件事喔 這邊沒有完全相同 四字方不能消掉 因為它的題目如果好等號 的狀況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四選項要刪掉 好我們看第五個選項 第五個選項的話 它是問s-1 他說s-1 s-2s-3小於0 這個不等於四次子的答案 跟下面這個s-1 s-2的3次方 跟s-3的5次方 這兩個答案有沒有相同 這一題的話 跟剛剛很像好不好 但是咧這題答案啊 跟四選項很像 這題答案是成立的 那我們看這裡 我們把它解掉出來 1 2 3 那一樣這邊就是正負正負 這邊就不囉嗦了 那再來這邊的話是 3 2 1 那在這邊的話咧 記得建設 基數次方的點這個位置啊 它兩邊是1好了 所以這邊是正的話 由右邊開始先知道 已經是正 寫過來的話 一定要是負的 再來這邊是正的 再來是負的 OK 那原因是這樣 你看如果這邊是正的部分的話 假設你這個s的值在3的右邊 那這個範圍可能是5啊 可能是10啊 隨便 單確的話是不是讓全部為正好 這個是正的 正的正的正的 那正的三次方還是正的 正的五次方還是正的嘛 所以整個堆數字乘起來 它一定很正 那如果你的s的值 落在3到2之間的話 3到2之間 那是不是會讓這一個 s-3啊 這個會變負的 那負的5次方還是負的嘛 那這邊都是正號 那所以這邊的說咧 變成一個負的東西 乘上一堆正的 那是不是還是負的 就會變負的 那再來 以2到1之間的數字的話 你是會讓這兩個範圍變成了負的 那負的東西的三次方 跟負的五次方 結束四方嘛 是不是都還是負的 所以兩個負 再乘上一個正 負負的正嘛 再乘個正 這裡是正號 那最後面的話 全部都是負的 那 三次方完的結果 三次方完的結果是負的 那五次方 五次方的結果 是不是也是負的 所以負負負 那直接記結果啦 就是說通常我們這些五次方的話 兩邊就一號啦 那三次方基礎也是一號啦 所以由這邊推過來是正負正負 這樣記好了 那這樣寫下來以後啊 它問小於0的 所以是不是有兩個區塊 是不是這裡 3到2之間 1以下 3到2之間 1以下 1以下 那這兩個是不是一模一樣 而且它這個題目 不用考慮太複雜 因為它都是小於0 所以你不用考慮到0的那種特殊狀況 所以它們兩個範圍完全重疊 所以五選要是對的 好 那在這邊我們做個總結的話 就要選擇題 要多選題啦 我們要選 成例的話 1不行 3不行 4不行 在這邊只有2跟5可以選嘛 所以這裡答案多選題 選2 5 2 2 5 6